大象與叔叔 好像大熊 哪裡哪裡 我說真的 你一齊傻傻傻的大熊 我睡了 我們去那邊看看 是多拉希夢 我是貓型機械人 不是狸貓 是大笨象 大熊整個三歲小孩 看見大笨象也不用開心 在那邊應該有很多罕有的動物 但這隻大象好像已經過了六十歲 牠的目光很像牆 其實是因為牠太老 大叔 你在幹什麼 你們看看這隻大象 牠的目光很磁場 是很溫柔的動物 是嗎?發生過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說起來真的很不可思議 很不可思議? 我最喜歡聽故事的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的 好像你們這些年輕人 都很應該聽聽這種故事 其實那時候還在打仗 整個世界周圍都是戰火 我們這裡當然也不例外 叔叔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走來動物園看動物 花得最多時間就是看大象 那隻大象的名字叫大鼻 由於我實在太喜歡大鼻 所以有空我就會去動物園看牠 而大鼻也開始認得我 每次見到我牠都很開心 大鼻 每次我叫大鼻的名字 牠就很開心 接著就會提起前腳 表示歡迎 真厲害 大象都很有人性 在這麼多種不同動物之中 大象算是最有靈性的了 但是 當時打仗 還是越打越激烈 周圍都被人轟炸 簡直有一片火海 已經沒有人有空理動物園了 而我也因為疏散的命令 跟著家人回鄉下投靠親戚 是政府的命令 走回鄉下避難 我都聽過 想談那時候都有講過 在鄉下地方 你會覺得非常寧靜 沒有東京那麼煩囂 但是 東京的情況 經常都有報道 大轟炸之後 東京沒有一處地方完整 這個時候我真的很擔心大鼻 最後 場仗終於打完了 我回到東京之後 第一時間就去動物園看看 但是 看到的只是一些羊和豬 我問養豬的人大鼻的情況 已經被人殺了 我只留著兩行眼淚回家 結果那晚我哭到天亮 是誰這麼過分做這種事 怎麼可以 竟然連大象這種這麼安靜的動物都 真可憐 為甚麼 我想去 去廁所 我也去 麥多拉A夢都要去廁所嗎 不知道 快點 要救她 好 我們回去再試過機 快點 要回去以前 還在打掌的年代 這裏很靜 動物園連一個參觀的人都沒有 大鼻到底在哪裏 為甚麼各個龍裏都沒有動物 這裏曾經有獅子 這是老虎龍 炮都沒有影 不知道大鼻是不是更安全 怎麼辦 不要告訴我們 已經來遲了 不是吧 影也沒有 我想我們真的來得太遲了 到你了 大鼻可能還在裡面 那也是 大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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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 在這邊 是大鼻 他沒有氣力地躺在這裡 他瘦得像皮包骨一樣 根本沒有人威他吃東西 有人在 大鼻 你看看你瘦成這樣 我都知道你現在是很肚餓的 來吧 我現在餵東西給你吃 看不看 是你最喜歡吃的薯仔 今天 你可以盡情地吃餐飽了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讓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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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剛好是老婆 我們剛好是老婆 吃多一點 喜歡就吃多一點 不要這樣做 不用了 這些是混了毒藥的薯仔 大鼻 你不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 自己不要吃 不要吃 大鼻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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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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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鼻 我的命令 是命令 是命令 如果炸了動物園 那些動物受驚 可能會走出市區破壞 到時可能會襲擊人 啊 這樣說也是的 Dora A 不是連你都認同嗎 那也是 這樣做實在太過分了 不可以這樣做的 我只是很過分 其實我也很不安樂 不想執行這麼殘忍的任務 但是 命令是要服從的 這裡的獅子 老虎 還有豹 都以為無人餵 餓到沒有了條命 最後 剩下這隻 得皮包骨的 我呀 我們自育園要做的工作 就是負責 餵治動物園所有動物 並不是要來 拿動物的命 我 大肥 我不會逼你走上絕路 我絕對不會這樣對你的 我當你是兒子 無時無刻都照顧著你 簡直荒謬 原長 軍方已經下達命令很多次 但是你還未處置那隻大獎 這樣 我們也不是說 這麼容易就下手 現在我們國家 在跟別人打仗 無數士兵 要上前線作戰 為了國家拋頭奴 耍熱血 犧牲聖明 動物的命 根本就是小事 是來的 其實 動物如果知道這樣做 可以幫到國家 他們一定會慷蓋地就義 總之 要盡法處理 因為這隻大獎的皮太厚 就算用毒針也打不到他體內 還有 我們斷了他的糧水 已經足足一個星期了 今天我們還特別安排了他 吃些有毒的薯仔 這樣做就對了 原長 情況如何 怎麼樣 你一樣無效 這隻大獎知道薯仔有毒 就不肯吃 什麼 竟然不肯吃牛 到底是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 那還要問為什麼 不肯吃就是不肯吃的 這個對象傻傻的 大獎其實是很聰明的動物 我真是忍無可忍 讓我親手了解他 你們走開 請你收下留情 不要這樣做 放開我 大鼻其實是一隻很溫馴的象 你知不知道 阻礙我執行任務 後果是很嚴重的 你不要這樣 你不需要這麼勞氣 有什麼事慢慢說 原長 你很出來 是 你怎麼做事 那隻狸貓離開了籠 我根本就是 其實我們的意思是 未必一定要令大獎沒命 譬如說可以送他回鄉下 知不知道大獎的食量 是人多少倍 現在連我們的人都不夠食物 還要威職 那我們可以送他回出生地 印度 現在哪有空做這樣的事 國家現在打仗 稱霸的成敗關鍵就是現在 不用擔心這場仗 很快就會完結 沒錯, 日本很快就會戰敗 居然說我們日本會戰敗 豈有此理 你們兩個人一定是間諜 我現在就要處決你們 你們兩個今天走不掉 前退 為甚麼他們走得這麼快 這是甚麼警號 不知道 不會是提示人家睡覺吧 應該不像是落堂中 蛤? 是飛機 很少見 突然這麼多飛機拍著飛 也是 又是 又是 現在是戰爭時期 難道 剛才那些警號是 是空襲警告 是警告市民 快點去防空洞 就避難了 不是吧 快點走 快點走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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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很危險 你要去哪裡 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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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來吧 為甚麼 我明白了 他很怕這些爆炸聲 你放心吧 有我陪著你 你先出來吧 大腿 你留在這裡會很危險的 沒錯 隨時都要把炸彈丟下來 你現在滾到不頂的 大腿 大腿 你出來吧 來吧 乖 快點出來吧 大腿 跟著我一起走 來吧 你不用怕 不會有事的 不行了 快點 炸彈就拿到了 叔叔 快點 看到嗎 大家都在等你 出來吧 大腿 你不要 你沒事吧 我 我 你沒事吧 大鼻 原來是你保護著我們 不是大鼻在這裡,我們就糟了 很感謝你,大鼻 我們不會再有事了 你可以走開 很感謝你,大鼻 你是救命一人了,不是救命一象 不見有什麼受傷 大鼻真是好東西 很感謝你,全靠你而已 無論如何,我都會盡力保住你的命 好吧,一起走 你打算去哪裡? 儘量去遠一點,我們要去荒謬山領 荒謬山領? 總之去沒有人會下命令殺大鼻的地方 這隻大雀不見了 會不會是空閘的時候炸造了它 這隻大雀的體型這麼大 普通炸彈傷不了它 找它出來,在走進市區前消滅它 這次麻煩了 大鼻,要快點離開,有人在找你 剛才就應該一場了結的大象 既然如此,就要找多些人來處置它 首先封住東坤園的所有出口 總之所有地方都要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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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隻大將就嫁殺蜜倫 我派了你們就開火 快點…大將… 快點,開仗… 還是跟著它開槍 怎麼了?大臂? 放啊! 想就這樣帶一隻大象走? 你們都知道不可能了 不要這樣做 要開槍就向我開 叔叔 我命令你馬上走開 我不走 走開 小臉的大象都是為大家著想 不行,我不走開 不走開 好,既然你這麼堅持 無生命危險都要保護這大象 就要圍擴軍令處決埋理 和這隻象一起歸西 到了,希望 你快點幫忙 叫我怎樣幫忙 有了 縮小電筒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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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絕對不會覺得痛的 收信的地址是寫印度,是嗎? 寫印度的原始森林吧 會有一點危險的,退後一點吧 四、三、二、一 發射 去到印度之後,你就會變回原本的大小了 謝謝你 大腿,你要好保重 大腿,會不會相信你? 沒問題 後來我和朋友去過印度旅行 我們曾經擔粗粗進去森林探險 而那個森林全民有老虎出沒的 大叔,拜託你不要再說你去印度旅行的情況 何時才肯說回不可思議的故事 現在才是正題 不是,我在森林裡和朋友失散了 事實上,在印度的原始森林要探險真的不容易 當時我六神無主,又不夠食物 不知道要走多少天才可以離開森林 走了很久,最終體力不知躺在地上 因為那次我才領悟到 當一個人快離世的時候 以前的東西會逐一在老海出現 媽媽 爸爸媽媽的容顏 在鄉下避難住過的房屋 當時在我的腦海裡 還看到大鼻 看到他靜靜地走在我身邊 他用懷念的眼光看著我 容貌相當慈長 大鼻 大鼻 你真是大鼻 是… 接著我眼前一刻就暈倒了 之後發覺自己好像在大鼻的背上 還想起是夢境 我再醒來時 發現自己身處在山腳的村落 是大鼻救了我一命 絕對不可能 大鼻明明應該還在打中日本 一般大象的平均年齡是七十歲 而當中的部分還可以長命過一百歲 那邊的牌是這樣寫的 但是這樣 大鼻應該在戰時的日本過了生 又怎可能在印度的森林出現 是啊 我最初都是這樣想 就算是夢境 我也覺得開心 這件事是甚麼時候的事 就是去年夏天的事 即是大鼻平安去到印度 大鼻到現在還很生猛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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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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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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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